梦想是什么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 就是幸福的东西 我们只有从失败地寻找胜利 在绝望中寻求希望 梦想的议题是有关于 广大的新兴学子 学英文想要到美国去进修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 放逐四海皆准 都在亚洲人的世界 其实我觉得是有共同情感的 所以我其实会很期待说 他在台湾其实也会收到 很多台湾学子的认同 陈可欣导演的《海阔天空》 其实给很多有梦想的人 也很大的动力 在梦想的追寻的过程中 最重要不是结果 而是你在过程中 体会到的感受跟学习 这部电影看的时候 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可是完全可以感受到说 可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 所以非常推荐 我觉得是他拍那么多戏以来 拍得最好看的一部电影 我个人非常喜欢 然后王翔明也太好了 他也是我最近看了所有男明星 演戏最好的一次 三个好朋友吵架那一段戏 虽然是吵架 虽然是分开 你知道那三个人的情感 那三个兄弟的情感 那可能对我们男生来说 那就是一个 那个跑去 完全打到 实在太精彩了 就是哇塞 那个表演 真是太可怕了 三个人 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表现 很久没有 看完一部电影之后 就是马上想要看第二遍 很久很久没有一部电影 看完 让我想起来这么多事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共鸣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标破25亿票房 感动口碑沸腾 陈可欣 回归甜蜜蜜 感人心作 送给你我 曾经有过的青春梦想 8月2日海阔天空